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影片要教你们如何帮小狗测量 他们的身肠 然后脖围 还有胸围 还有脚肠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没有那个 那个两尺的话 教你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都一定有 这个充电线吧 我每次都是用充电线帮我们家狗测 我会用 就看你要哪一头 然后当这边 我们先来量身肠好了 身肠的话 就是从它的脖子量到它的屁股 然后你要确定它躺直了 这样子 然后量到它的尾巴 屁股那边 然后呢 抓好之后 应该都有尺吧 所以就抓 就拉着你的尺 就是看公分 然后我会把这个头 放在前面 然后它大概是30公分 31 31吧 30公分 差不多 然后 然后 再来要量它的脖子 那个脖尾 最好呢 让它们乖乖配合呢 就是要给它们临时吃 它们就会乖乖的配合你 让你量 然后我就会这个 不要量太紧 就是要做衣服的话 不要量太紧 就要带它 围成它舒服的 就是舒服的宽度 这样人家帮你抓衣服的时候 就会知道 那帮你抓衣服的时候 如果你量太紧的话 它如果那个 裁缝是没有帮你 多留一点的话 它太紧就会不舒服 所以就是松松的大概 留个一公分到两公分 抓好之后 然后一样用尺来量 它的薄围大概 27 这是松松的量 不要量太矿 然后再来胸围 好记得给它这个零食吃 不然它会不配合 然后胸围 因为胸呢 有个地方比较宽 前面的话 靠近脚的话 比较 比较窄一点 比较小一点 然后你就是量 最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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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腋下 在下面那边 因为衣服做起来 比较太紧 然后 太紧的话 你就是自己再做到一个 量个一公分 到两公分的宽度 好 这样 不然胸腔的话 如果太紧的话 坐下来会很不舒服 然后 这个很方便的是 如果你太大了 不够量 你就是抓一下 自己就知道 手抓一下 然后再量 第二遍 它宽宽的话 大概35 胸围35 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那个量尺的话 就是拿你的 那个充电器 充电线 还有你 一只尺就可以了 然后 再来我们要量脚 脚长 从它的身体 最上面 量到地上 身体 身体最上面 量到地上 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的脚长 如果做裙子的话 比较不会拖地 你再让我量一下 屁股 因为裙子的话 是在屁股这边 所以量屁股这边的长度 好 它的脚长 然后再用此量一下 大概24 OK 就这样子 会了吗 应该很容易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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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